华为旗下的高端智能手机 特别是保时捷和典藏普通版区别 他俩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功能啊 配件啊 和配置三个方面 40秒时间典藏版和普通版 他俩的屏幕都是6.76英寸 曲面屏幕电话 5g的手机三网通用涮卡的机器 不同点 普通版这块没有点 典藏版这块增加了一个功能 这功能呢叫红外线测温功能 这个是普通版没有的 红外线测温功能对人体啊 物体啊 以及动物进行测温测量 单点的测温模式 这就跟咱们日常用的红外线测温也一类似 功能几乎差不多 普通版典藏版 典藏版呢 比普通版多了一个车载快充 这是在配套物品的方面 在配置方面呢 普通版有8加56 8加512G 还有12加256G内存 典藏版12加512G 直接来个高配 华为妹的四十保时捷和普通版 在隐私方面 保时捷更胜一筹 你看好哪一款呢 开眼后 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iss UG